而就在马政府交出那个新名单后呢 民进党更被认为距离2016变天不远了 而且民进党秘书长吴钊谢慎选的隔天 就到美国向华府说明民进党的两岸态度 不只要安内 更要攘外 大选落幕 民进党南瓜多席 现市首长被外界解读 离2016只剩最后一里路 不过这段路并不容易 这个就是民进党 为什么他们说愿意重新讨论 扶贸易协议跟后贸易协议 是因为他们眼看的快要执政了 可是他们很清楚知道 他们一旦执政他们就推不了了 不能由民进党执政党来推 扶贸易协议跟后贸易协议 扶贸棘手反映的也是 无法回避的两岸问题 秘书长吴钊谢在大选隔天就启程访美 其中提到九合一是地方选举 不该被视为选民对国民党的两岸政策 进行公投 此外两岸的互动九二共识 可以是一项议题 但不该成为沟通交流的前提 强调要互动 但不该有前提 不仅立法院是场硬仗 未来的两岸关系如何发展 也是关键 两岸议题不仅是民进党执政之路的 重要的一里路 2016年之后 如果民进党万一胜选之后 两岸议题也必然是他执政 能不能稳定执政 有效执政最后一里路 最关键的步骤 胜选之后 有可能迈向执政之路的民进党 他们怎么来看待这次选举 他们在选后 两岸关系 以及对美的政策 将有什么样的可能的作为跟思维 也为下一次的 包括蔡英文主席的访美 先做好一个所谓铺路工作 不只为蔡英文接下来访美铺路 吴钊燮在美国说明大选结果 也提出民进党的国防政策白皮书 九合一后 不仅要地方包围中央 小英主席带领的执政公事 俨然成行 目标2016 月电TV湖景顺泡安心 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